解放軍東部戰區公布 星期一在台灣周邊 進行聯合利劍2024B演習 動員海陸空和火箭軍等兵力圍台軍演 東部戰區海軍幾首區護艦多點同步 在台灣海峽、台島北部、台島南部和台島以東展開演練 遼寧艦航母編隊在台灣以東海域和陸海火兵力進行演練 而為了配合軍演 海警局也派出四艘海警船 這次是海警首次環繞台灣周邊的海域執法巡查 東部戰區說 這是對台獨分裂勢力謀獨行徑的強力震懾 是捍衛國家主權維護國家統一的正當必要行動 這次演習針對的是賴清德當局和台獨分裂勢力 台獨分裂分子要想在中國領土上搞分裂活動 只能是死路一條 必將成為解放軍軍事行動的重點打擊對象 這次演習針對象 這次演習針對象